哇 密度太高 对 我们先来判罚四位队长 这一场谁将获胜呢 真的很难判 3 2 1 恭喜B组赢一分 我这一分是特别特别的关键 对我来说压力 比我之前在拿针冠亚军的压力还大 加油 乔治整套动作来讲是非常行云流水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做高难度动作的时候 很容易卡壳停顿 但是他完成了那些动作的时候 还可以行云流水继续往下走 这个是真的很难得说实话 其实他的动作丰富程度 我觉得会比杨凯要多一点 应该差不多就是可以这样 那么四位队长 我看到有两位判罚万末 两位给到了杨凯老师 能不能讲一下各位对这一场 比赛的观点 我的看法是给杨凯老师 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动作 都交代得很清楚 然后干脆利落地交代完了 然后整个流程很顺 杨凯的动作更在点上 更干净 然后乔治的动作复杂性又更高 然后到最后还是觉得他们的情绪 跟所有的东西太满了 我没办法做决定 还是想要多看一顿 对 我本来就想要再来一次 对 我给的是一顿 然后是觉得这边卡点很干净 然后招也很完美 然后这边我是觉得连接很好 但是确实也有点失误 所以我觉得可以一顿一顿一顿 杨凯老师只要不兴奋过头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我真的是觉得我可以赢了 但是做了一个空翻的这个动作 然后那个空翻的那个动作 翻下来了以后 我的脚就踩到了这个 台上的那个鞋边 有点害过头了 对 老铁们别再冲动了 冲动是魔鬼 真的冲动是魔鬼 真的 我感觉他们真的要把舞台 用脚剁个洞你知道吗 当时真的 赢掉那一分之后 我的队员我看到了我的队员 就是马上充满了信心 他们我们不能输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场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二场 同五种舞台 我们是B主Baking 右三个位 都是我们中国的新生蛋 最优秀的舞者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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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优秀的 柠檬 就是王杂 一直杂 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赢的 往对面一看 哇 这全是大招类型的VBOY 那我们这边是Style木 公司无名 乔治 我们抽到一起去了还是 我去哪边 哪边肯定是最猛的 因为咱们要做硬 这一趴是很硬的 硬碰硬 所以可能技术方面 就必须要再更多一点 桃子 没有你 你控一下身体 不要散 你不要散 直接连起来 直接把帽子连起来 小姐 帽子的话我还有一手 走 因为我们这次要排的就是 纯breaking 这种很硬汉的形象 但是小吉他 还没有远远达到 可能要钢的那种标准 我就得设计一些东西给他 适合他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绝对OK 这样吧 对 走掉 你直接一冲出来 然后我们几个直接这样 我们看小吉 你们会觉得很好玩 因为biking可以这样跳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bipo其实也可以像小吉那样 去艺术化的表达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梗够多了 就结束了 就上大活了 5 6 7 go bong sion 1 6 5 6 我算是他们的前辈 他们很自然让我去做了 这样的主导 就要调节这个一对一和团队的比赛 所有人他一起来以后 我们往这边一转之后 需要有一个 i will make this i will make to it oh nice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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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炸 我要把你炸炸炸的让全场让你觉得 完爆你们 这一场真的不用多说 直接转瓶子就好 决定一下我们的出场顺序 A组先出 加油 Along you ready trap the beat by bwd6 by bwd6 by bwd7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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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